去年3月由于七堵百福社区一带的居民不断质疑 为在六堵科技园区里面的台湾荒川化学公司 排出有害气体危害居民健康 而到公司门口拉白布条抗疫的场面 在经过议长蔡旺莲积极沟通下 荒川公司也展现诚意 耗资数千万元改善空污设备 主管单位市政府环保局在事议会中 达询议长蔡旺莲咨询师表示 经过环保局辅导 荒川化学公司预定年底完成设备改善 喊一下我们六堵荒川园区的空污办理的情形 看六堵荒川那个空污办理情形怎样 这个在预示表 预程表里面上面有特别注记的 先来提一下 到底今年会不会那个设备会不会完成 会不会空污会不会改善 有关于台湾荒川工业股本有限公司 在六堵的一个制成的一个部分 我们在110年3月有跟公益院 也成立了相关的一些辅导 辅导厂商 那也针对了它的前端的 做了相关的有效收集 包含了头条口的一个夹杆 还有开口阀的一个密闭 还有制片机的一个微风等等 那在溶解槽的部分 也做了相关的一个更新 那所以这是在有效收集的部分 那在后端部分 除了原本的活性泰西托布的一个 接训冷凝的部分 在今年度 他们也跟公益院这边也做相关的评估 未来会去增设催化氧化乳 就是用热解的一个方式 把这些VOC做分解 那预计现在是在1月份 已经完成了相关的签约 那厂商也在试作中 目前预计是在 110年的年底会完工 那环保局这边会持续的去追踪 它的一个执行的一个进度 以上报告 谢谢 那个今年年底 它的设备会完成吗 它的改善设备会完成 包括目前的进度是如此 在年底的时候会完成 对 那除非是因为 传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疫情的一些关系 可能怕交货期会有点比较慢 那我们会持续去追踪 对于荒川化学公司提升改善空污设备 蔡旺廉表示肯定 也要求市政府环保局 持续稽查追踪本市各项污染情况 主动积极告发杜绝 为基隆市民健康把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员 谢谢大家